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一定用准备纸袋 塑料袋也可以 然后把捏扁的纸袋放进去 吹上一口气 瞬间还原 非常神奇 有的人说里面肯定还有第二个杯子 绝对没有 有的话这个就不叫魔术了 再来一次 没看清楚的朋友 再把它捏扁放进去 吹口气 瞬间还原 很多人说你这个魔术怎么做的 还是挺神奇的 好像餐桌上面玩起来很溜 来 我们进个教训 我先声明一下 这个魔术真的非常非常简单 你可以准备一个 给你家里的纸杯一模一样的这种杯子 然后在请亲朋友吃饭的时候 你拿出你这一个杯子 你可以把它还原 当然别的杯子是还原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杯子不是真正一身的纸杯 它是这样子的 把它压下去放手 它就会弹回来 放手就会弹回来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这怎么做到的 咱们今天讲明白了 学会的朋友关注 我是小冬带你往火术 我来看看 你是小冬带你往火 好 然后你把我抵上来